昨天晚上有一个突发新闻 彭博社报道说川普说台湾必须要给钱 然后很多人都很担心是吧 是美国对台的政策 如果川普当选了会有巨大调整 我当时第一时间看到了就判断说 这个东西它有可能反而是好事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它肯定不是坏事 结果今天早上是吧 就有更新的消息传过来了 的确不是坏事 对台湾来讲是一件大好事 美国是要准备武装台湾了 川普政府要武装台湾了 我今天这个节目会给你们把整个 我的怎么思考的我的信息来源 然后告诉你我判断的依据 大家可以一起来做判断 我们先把昨天这个新闻给大家看了 彭博社昨天发出了这样一个新闻 首先彭博社是在川普遇刺以前 甚至是在川普跟拜登进行辩论以前 很早时候做采访 跟商业周刊一起联合做采访 在这里面讲到台湾的时候说 川普倒是并不是反对 说要抵抗中共是吧 保卫台湾 只是说第一个他对于保卫台湾的实际的难度 到底会有多大 这个事是有怀疑 还有一位说他希望台湾可以给美国付钱 来寻求保护 也就是说付保护费 他说我们怎么这么傻 他们把我们的芯片产业都抢走了 他们有钱的很 我们现在做的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保险 就好像买一个商业保险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给人家保险 我们不收钱是吧 昨天我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好带小孩在外面游泳 正好准备回来路上 然后我就停车发了这样一个推特 这是我第一感觉 上一个想说这个待遇的是欧盟 不是欧盟 我这边写错了 是欧洲国家 就是北约国家说 你们应该要给点钱 美国每一年掏这么多的军费是吧 然后来支持你们 你们当时军费是很夸张的 欧盟的军费普遍在2%以下 2%只是一个基本线都达不到 然后最夸张的我印象里面是爱尔兰 爱尔兰的军费只占了GDP的0.2% 然后川普也说同样的话是吧 你们要给钱 而且当时川普还警告德国 你们不要过度于依赖于俄罗斯的石油 是吧 你们多买美国的 你们不要过度依赖俄罗斯 结果不听 结果俄乌战争开打了 现在各国只能紧急地增加军费开支 紧急地去转换油气的来源 然后基于我对于美国政治 尤其是川普团队里面一些人 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些动态 我个人觉得美国这个时候 就是川普这个时候 一个人要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彻底翻过来 这是可能性不大的 正相反 这个可能意味着一件好事 什么好处呢 川普说要你们付钱配 怎么配 通过什么方式配 最直接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美国希望台湾要买美国的武器 但是今天的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也讲了是吧 说美国一直在给台湾买武器 台湾没有白拿 你凭什么这么说 问题不是台湾不想跟美国买武器 而是美国他要看中共的眼色是吧 所以他不敢给台湾买武器 如果说川普是希望通过武器的方式 是吧 还有其他的方式 我们在后面谈 但如果是川普是希望台湾去跟美国买武器的方式 来付这个保护费的话 那就意味着反而是给台湾开了绿灯 而且这个绿灯开的 中共还不能说什么 因为这是川普的强势施压台湾去买 而不是我台湾想去买 还不能把这个怪到赖金德头上 赖金德说美国要我买 你怎么能怪我呢 你怪美国去是吧 所以川普这个表态 看起来对台湾很不友好是吧 但是很可能他有几个目的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给他即将要推行的 在亚太推行的这个政策 提前喊一嗓子 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妖的方式去喊一嗓子 今天早上这个信息已经得到了 我个人认为得到了一个比较有力的证实 同样是彭博社 今天早上他们采访了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O'Brien 就相当于现在拜登的萨利文一样的这样的角色 他也是川普上一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国家安全顾问 而且这哥们最近这两天就在共和党的大会上面 是吧 各种的业内人士 你看都是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大佬 比如说科尔比是吧 这个绝对是美国的外交界大佬 但比如说斯泰法尼克 还有下面跟各种各样的彭培奥 还有没有 彭培奥这里面都是这个圈子里面的 而这个圈子里面的 甚至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前总理 现在担任澳大利亚驻美国的大使的路克文 很多人对路克文一直觉得 路克文就是一个中共的帮凶 是吧 但其实我咱们频道里面一直在讲路克文 在过去这段时间的态度的转变 尤其他直接点出来习近平的很多问题 所以你看这个都是美国的智库圈子里面的 对于外交领域的 或者尤其是关于中国领域的比较知名专家 那么这个人他是这么讲的 奥布莱安就回应了川普这个话 说台湾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是吧 他说台湾人必须要像我们美国人一样 你说你渴望自由和独立是吧 你们必须要证明自己真的是这么渴望 他顺便讲我两个女儿是吧 就在美国的军队服役 要争打仗了 我两个女儿真上战场 台湾人呢 他说如果台湾人自己都不想要保卫台湾的话 我是不可能说送我的女儿去保卫台湾的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台湾人的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意愿 他们必须要step up to the plate 就是他们现在必须要加油 在另外路透社的报道里面 他说台湾应该要考虑把你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 涨到至少5% 然后以跟上中国的军费的开支 5%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俄罗斯对外公布的现在的军费开支是5.9% 然后乌克兰当然因为国小 他军费开支35% 但是很多是来自于外界的援助 我们知道欧洲北约很多国家在经过特朗普折腾以后 是吧 开始把军费 尤其在经过俄乌战争以后把军费上调 目前波兰的军费占GDP的开支是4% 他们说要在2025年应该是2025年 明年把军费提高到5% 所以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在共和党的这些人看来 如果连波兰都能做到 能够响应川主席的号召是吧 能够做到的话 而波兰还没有直接面对俄罗斯 而你台湾就直接面对中共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是吗 这个时候你难道不应该提到这个水平吗 台湾现在的军备占GDP的2.5% 但是前面我们讲了 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武器卖不过来 那么这个口子开了以后 我相信这个时候就像刚才奥布莱恩讲的 台湾人就必须要step up to the plate 你们要真的 尤其是以台湾政府为主导的 你要真的把真金白银投进去了 就相当于我已经把我的武器库的大门打开了 这个时候你要来采购了 其实奥布莱恩不是第一次 这绝对不是第一次谈这个事 这个是上个月他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面 发了这篇文章里面列举的非常清楚 他说首先说特朗普政府有可能会采取的措施 他会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2018年那个时候 美国那个时候因为还处于跟中共的蜜月期 曾经意图要邀请中国参加的 后来特朗普把那个邀请取消了 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一个迹象 以后我们可能会兵戎相见 不可能让你到我这来还探听我的虚实 但是他说2022年美国国会委员曾经有过决议 说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要邀请台湾参加演习 川普政府很可能会这么做 下面这个就是提到的 台湾每年的花费190亿美元 略低于其年GDP的3% 这个比虽然已经很好了 但是因为你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 跟美国的其他门友不一样 当然他里面讲了 台湾之所以现在投入这么少 不只是台湾自己的错 过去的美国政府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信号 只是说愿意提供武器 但是并不是很强力的推这个事情 下届政府应该明确表示并且持续承诺 台湾预计会在国防上花费更多 同时还希望台湾有下政策 比如说扩大征兵 现在台湾已经把兵疫期提到一年了是吧 是不是还有希望你能够至少你要做出一些事情来 让他们可以跟国内的选民交代 如果我要派我的军队过去的话 我要向国内选民交代是吧 说他们已经在这么干了 这个跟川普以前说欧洲国家说 他们要交钱其实是一回事 这是川普当年20这是2019年的时候是吧 讲了你们要付钱 他讲的基本上就是这个 说有很多富国是吧 这有很多富国他们占我们便宜 说穷国很穷的国家我们就不想跟他们收 我们就是来帮你们的这个没问题 但是有钱的国家你们不愿意把军费提上来 让我们来补贴来保护你们 同时你们有各种鸡贼 他里面提到了说你说来帮我们打仗是吧 派了个100个人过来算帮过了 这怎么行呢 我们要亲兄弟明算账 把一五一十的算好 否则我没法跟国内人交代说 为什么美国人要去其他人死 就算我美国人要去其他国家的人死 至少这些国家要给我们相应的补偿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 我不是当冤大头吗 好刚才奥布莱恩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 说国会应该帮助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跟越南武装部队 不但要武装台湾 台湾是最需要武装的 但是还需要在南海地区武装这些精队 向他们提供美国长期以来 向以色列所提供的赠款贷款和武器转让 尤其是里面提到了菲律宾 大家知道最近菲律宾跟中国闹得很厉害是吧 然后现在美国其实军界里面有很多人 尤其是在野党就是共和党这边 是要呼吁是要给菲律宾提供的 要明确的向菲律宾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的 还讲他说美国海军应该把航空母舰 从大西洋抽掉一艘派到太平洋去 虽然说奥布莱恩并不是川普的核心的竞选团队的一部分 但是在外交国家安全领域 他是一直在跟川普这个团队进行沟通的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他在推特上很多人其实都是一直大家保持一个共识的 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个两党的共识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昨天我在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反映是这个或许是好事是吧 但至少不是坏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两党在这方面的共识已经高度达成了 就是关于亚太地区 是美国未来的几十年 甚至是上百年的重点的需要看防的地区 这个是有共识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关于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事怎么结束的问题 还需要投入多少资源的问题 不管在美国的学界 智库界还是在美国国会里面 这个都是有高度共识的 基本上没有唱反调的声音 尤其是川普任命了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杰蒂·韦斯 是吧 杰蒂·韦斯我对他之前不是很了解 我还在大量的看他以前写过一些东西 尤其是他接受一些采访是吧 我会翻一些相应的采访给大家 这个人至少在台湾在国家安全 在外交领域是坚定的主张说 我们现在就要从乌克兰抽身出来的 当然这个东西这个是有争议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让欧洲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美国要从对乌克兰的援助里面慢慢的抽身出来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目的就是为了把抽出来的资源集中到亚太地区 尤其是对于台湾的重视 昨天我发言了尼克·黑利 在共和党大会上的讲话 他之前跟川普竞选共和党候选人闹得不可开交 是吧 但是昨天也讲话表示支持川普 或者怎么样子 其实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就是在尼克·黑利讲外交政策这块 他讲了乌克兰俄罗斯是吧 当然他吹一下川普 你看川普认上俄罗斯动都不敢动 然后他讲了以色列 但是他没有讲亚太 没有讲中国 一个字都没齐 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不是他们好像轻视 并不是正相反 就是两党的高度共识 包括共和党内的高度共识到了什么程度 川普不需要提中国 这个就是第一假想敌 当然也是中共自己作死 他本来可以不成为第一假想敌的 是吧 而川普这个人说话本身就是怎么讲 你不要去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种面面俱道的 不要去想他讲这个话里面 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意思 是吧 比如说他前面讲到说 我们对台湾就好像保险公司一样的 保险公司是你平时交保费 然后万一你出的事情 保险公司全额赔给你是吧 但是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区别 保险公司是对你没有义务的 保险公司如果不管你 保险公司也没有什么损失是吧 台湾问题就不一样是吧 那么如果说你台湾 美国不管台湾了 美国注定是有很大的损失的 这个损失我们不用讲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讲 川普打的一些比喻 不用太认真 他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说白点 老板来唱黑脸 下面的人因为老板唱了黑脸是吧 下面的人跟其他人谈判的时候 就可以占据某种战略优势 我们老板实在是太生气了 我们老板真的要是拍桌子的 你知道我们这老板是吧 这个人脾气是吧 所以我就我帮你个忙是吧 这个条件你答应了 我就怎么样 所以基本上在这里面扮演的都是这样一个角色 我这里也是比较支持川普那个观点的 就是有钱的国家 你们不能老是躺在美国身上 让美国来保护你们 同时你还不付钱 这个事的确是说不过去 而且你这样子会把美国给耗空的 是吧 美国现在事实上已经被自己掏空了 空心化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不给美国回点血 你继续吸血这个事不合适 是吧 当然我们讲了这个不是台湾的责任 我们只是讲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是吧 这个逻辑你是跳不开的 从一个商人角度来讲 这是极端的违反常识的 这个一看就是个段子绝孙的 必然会崩溃的这种模式 川普在那一篇的彭博社的报道里面 他还夸了一个国家 夸了谁呢 沙特 沙特就说我跟沙特这个王储关系特别好 是吧 我们俩铁哥们 而且我们也特别信任他们 但是这个是有前提的 沙特的GDP 沙特已经算有钱了 GDP的8.9%是军费开支 当然这个钱就是全部去跟美国买武器的 所以沙特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典型 或者说川普希望的这样个榜样 是吧 而事实上我觉得沙特这个国家 现在正在指的一个比较良性的 这样一个发展道路上面 虽然说他这个王储有点心狠手辣 是吧 的确是有这种心狠手辣的恶民 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派的大本营是吧 他的反而国内的正在体现出来很多其他国家 像伊朗战国之后没有的世俗化的倾向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沙特的耐克广告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广告是在沙特播出的 因为按照他们的教义 女性不可以露这个不可以露那个 不可以身体轮廓是吧 不可以露脚踝 那里面该露全露了我觉得 当然不得不说川普说的那句话 说台湾把美国的芯片产业全部抢走了 这个话是错误的 不只是不准确 这个话完全是错误的 而且我不太确定 我还要继续研究J.D.Vance在这方面的主张 不太确定美国是不是真心的觉得 是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美国是不是不知道至少在现在的美国的营商环境下 美国是不可能实现像台湾的那些芯片工厂 那样的产量那样的效率的 芯片说白了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 它还是需要卷的 以美国人的 尤其是在美国工会制度等等这样子的里面 它是卷不出来的 它是不可能卷得出来 卷得过像日本韩国或者说台湾 或者说中国大陆是吧 这样的地方的 我初步感觉就是美国人自己也知道 但是在现在美国说要把制造业 大量的回流美国的情况下 这个口风人家必须得把住是吧 即便这个产业明知道肯定回不来美国 但是在竞选期间人家还得说 这个产业如果回来多好 那个产业如果回来多好是吧 都在我美国造的该多好 毕竟现在是竞选期间 所以就回到我刚才讲的 昨天我那时候第一反就说 台湾以什么方式去给美国付这个钱呢 如果不是军费开支的话 那么要么就是以投资的方式 比如说台湾到美国投资建厂是吧 但这个事实上是不可行的 就算可行的话可能也需要 共和党政府上台以后 可能跟工会做充分的博弈以后 就是允许美国人像马斯克那样卷 所以马斯克现在已经正式的说endorse 就支持川普竞选了 这个是一个好的气象 说明美国开始觉得我们是不是要 以马斯克同志为榜样是吧 培养一批能够自愿去卷的 就是卷有自愿和被迫是吧 能够自愿去卷的这样一批产业工人也好 或者说高技术的从业者也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美国努力的方向 以美国现在的空心化的现状来看 是不可能实现说台湾工厂就搬回到美国去的 那基本上就废掉了 如果不是投资的方式的话 那就是贸易的方式 但是美国跟台湾的贸易额再怎么样 因为台湾的体量就这么大 是吧 再怎么样 哪怕把美国的牛肉全放开是吧 估计也满足不了特朗普说保护费 所以昨天各种的比较下来我觉得反而有可能是好事 美国是想开这个口子 看起来似乎是从台湾收了保护费 其实所提供的保护是中共所不能承受的 特朗普在访谈里面他也讲了 他觉得中共现在没能力 没能耐也没意愿去打台湾是吧 对于特朗普来讲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窗口 去把现在美国的战略格局给它调整过来 顺便讲一下 最近前两天有一个新闻 今年的共和党大会有这样一个党的一些政治纲领 这样的东西里面列举了20条 他们特别关注的 有很多人讲的相对比于之前40年的2016年2012年 2020年他们没有 可能是因为疫情他们当时没出 那么2016年2012年等等之前 每一次里面都有提到台湾是吧 这一次这个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台湾 我搜索完全没有提到台湾 然后决定是觉得说共和党是不是要准备放弃台湾了 这你想多了 是吧 为什么呢 我搜了一下 2024年钢要跟2016年钢要差别非常的大 不是把2016年拿过来这也改下那也改下 几乎是完全重写了 你在里面不仅找不到台湾 你找以色列也只有一个 也只有一个词 以前的话通篇好多都是以色列是吧 那么即便在现在 可以说美国对以色列或者共和党对以色列的支持 是空前的时候只找到一个以色列 包括其他国家 包括北韩什么的之前没有提到 都没有提到 而2024年党纲更多的是 To the forgotten men and women of America 就献给这些美国被遗忘的男男女女是吧 所以这个党纲更多是对内的 并不涉及到共和党对于台湾政策的改变 就算有改变 就像我们今天分析的一样 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改变 对台湾更有助的改变 但关键就看现在这个机会台湾会不会抓住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抓住 青山不改 下一次我们再见